大家好,我是沈滿 我們這一集用的是洗萃群的小姐 因為這一次DLC加入了三選集 群的小姐也可以學 我們就直接再來玩一次 特性我們是選擇活力 攻擊提升為原本的1.5倍 但是物理招式的命中率會乘以0.8 相當於是帶了講究頭戴 然後不被鎖招 不過命中100的招式會變成命中80啦 就是變成吃運氣 那我相信應該是沒問題的啦 對我來說 而且我們持有物配的是老千骰子 我們的三選集跟種子機關槍 都會吃到老千骰子的效果 三選集只要命中低一下的話 就會打滿三下了 那種子機關槍也是一樣 就會打4到5下 努力指的部分是攻擊速度252 性格爽朗 這場就首發群的小姐吧 因為我覺得她可能會出谷頂路 或是金光花首發 如果她出谷魚的話 我們就換上西斯海人來聯訪 最後是長矛巨魔好了 長矛巨魔有反射幣啦 然後她如果有古劍爆的話 我們也不至於會不好打 那就第一隻谷魚 其實我們的速度種族值比谷魚還快啦 那身體谷魚有機會是講究圍巾的 這裡就不太好跟她去做 對拼 就換上西斯海人吧 結果她有幻人 而且幻人的動畫是我們先跑 代表我們速度真的比她快啊 所以她不是講究圍巾的 OK 那第二隻是吃火把 吃火把應該是會打哈欠啦 或是有一些狠狠的或電太金爆吧 我們先換上長矛巨魔好了 因為她如果對我們打哈欠的話 我們還可以直接拋下狠花 結果她也換人 要這樣是不是 古頂路 這樣她三隻我們也都知道了 順便先擊掌齊齊吧 都上來了 加減打一點 結果她是失聖的東西 然後血回滿了 OK 那我們這邊就先落跑吧 完了 我忘記我有惡作劇之心啦 完蛋 惡作劇之心對惡系沒有效果 我的拋下狠花 這她也沒有用了 完蛋我再耍白癡 而且不過她是直接打地震過來 那我們先來個反射壁啦 反射壁之後 可以換上群的小姐 進去打地震 變成癢 我們就手動換上群的小姐啦 也只能手動 地震他們潮汐是減半然後加上反射壁的話 他們是一定炒癢的 我們就可以趁機來跳勝利之舞了 雖然她有持火霸啊是純普特心 繼續地震 我們就先來跳勝利之舞啦 賭她沒有吹飛 她沒吹飛的話就必須換人或是泰金化了吧 泰金妖精該不會有泰金爆發吧 不過我們勝利之舞呢是攻擊防禦速度各加一階 她就算妖精泰金爆發打我們兩倍也不會到很痛啊 真的有 是個狠人啊 OK 也沒有很痛 而且這樣子代表她的吃吼霸不能用泰金化了 我們總指機關槍打她是兩倍 她是頂不住的 那我們這邊其實可以繼續強化了就不怕她吃吼霸純普了 我們就強化到底啊 再一次勝利之舞然後泰金剛也按一下好了 估計是要穿山了啊這把 繼續泰金爆發可以 好啦反射必勝回合我們這邊就打中指機關槍吧搞不好她這邊就換上吃吼霸了 而且我們現在打她兩倍加上活力 其實打吃吼霸是有機會直接秒的 換人 他如果再換上來的話等於是要吃我兩回合的中指機關槍啊 他很危險 完蛋 欸危險了 這邊就看能不能一回合收掉他是有機會的 嗯 什麼鬼 完啦總指機關槍 這樣命中100然後因為活力變成命中80 竟然可以兩回合都沒中 沒事我們就交給希斯海了月亮之力 欸這樣我們傷害只剩下希斯海人可以打而已欸 狂猛巨魔沒什麼傷害啊 好癢啊 那沒了 可以投降了 什麼鬼 那就感謝指教啦 欸為什麼感覺活力是在扯後腿的啊 我如果不帶活力 隨便帶個葉綠樹葉子防守 這用不到都比活力還好 那我們這把就先上群兒小姐吧 我們有三弦級可以打 烈盧露莎 然後希斯海人去打 喜多蘭恩 最後一隻紅蓮凱琪好了啦 打他的鋼凱亞 第一隻烈盧露莎 其實烈盧露莎我們速度比他快 直接打三弦級 他會被我們秒 那我就有這種首發的應該是 應該是隱形眼啦 所以我們先貪一次的 勝利之物好了 就是確保我們可以超車他所有的寶可夢 應該不會有龍尾吧 OK是隱形眼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三弦級了啦 他這樣子就是不知道我們有三弦級才會打隱形眼 可以三弦級命中 雖然會不會粗糙皮膚反彈 不過兩下他就死了 三弦級的命中是90啊 然後乘以0.8 就相當於是命中變成72 他原本是每一下個別計算 但是你如果帶老千骰子的話 你只要命中第一發後面就一定會全中 所以是很好用的 老千骰子 可以這邊是九尾 因為我們剛才有事先跳勝利之五了 我們速度是比九尾快 但是我們太進化還是按一下好了 因為雪天的話他的防禦會乘以1.5倍啦 也是有可能秒不掉的 我們就打最痛的宗旨級關槍 不過打滿五下啦 打滿五下的話威力是125 比近身站高一點點 可以 這一次沒有miss 這個要打滿五下才會死 或是要害一下也可以 沒有要害 不過打五下可以啦 有料 直接秒掉九尾 最後一隻喜多蘭恩 泰晶化還在啦 有可能是泰晶妖精 不過我們還是一樣打近身戰就可以了 如果泰晶妖精的話我們可以交給其他寶可夢來對付他 OK泰晶化不按了 直接收掉喜多蘭恩感謝指教啦 我們就首發群的小姐啦 我們就首發群的小姐啦 第二隻出西施海人好了 西施海人可以打贏正義法啦 然後最後一隻鋼凱鴨吧 因為他的物攻寶可夢其實蠻多的 剛才就是可以拿來做一個中轉 一隻九尾 九尾的話我們就 直接泰晶鋼跳勝利之舞好了 因為他的兵系招式跟妖精系招式 打鋼系都是減半 我們就直接開始跳 我的速度比較快啊 所以他這個有可能是 防御型的九尾 他選擇開啟光面 他這種的大機率有再來一次啦 我們先打過去好了 因為我怕他有正義法 我們先打種子的習慣槍 只要他如果對我們打再來一次的話 他就沒辦法換上正義法 能不能打過半下 好像不行耶 打滿五下 果然有再來一次 而且他可能有五道雄獅喔 他這邊也沒辦法換五道雄獅 五道雄獅吃到這種就像 很難受了 他完了 他怎麼是鐵壁吧 他如果沒有正義法的話 其實我們勝利之五繼續跳到底 看來我們沒轍耶 因為勝利之五是會加防禦的 結果這個沒打過半 尷尬了 這邊只能換人 因為我們其實很軟啊 被他格鬥系招式打到 還是會很不舒服的 更有況他有可能有吸取權 等於先換上鋼凱壓 真的有吸取權 真的有吸取權 他這邊吸血之後又被突突突反彈了 感覺他是扣血扣比較多 那我們 先打個急速遮翻好了啦 他應該是會打電系招式 結果我比他快喔 完蛋 太久沒有人剛開壓了 我比他快的話這邊換上誰都很尷尬耶 要吃一次的電系招式 其實吸吃海人不用講啦 這吃到一定會倒的 只能換上群的小姐 因為群的小姐也蠻軟的 也沒辦法啦 只能讓他犧牲一下了 應該是不至於死掉吧 閃電強襲 OK 我沒死 可以 血不下了 但是警攻木還在 所以他是光之黏土 那我們這邊再換上鋼凱壓吧 至少我們確定速度是比 鐵壁板還快 先把極光木拖到沒有吧 切去去 沒事 我們這邊 就打雨漆 因為我們速度比他快 雨漆會先打出去 然後雨漆打完後 我們就沒有飛行系了 就不會被 那個 電系招式打兩杯 吸取拳 但是變成被吸取拳打兩杯啦 不過吸取拳 是打不死我的 沒有這麼痛 我們就一直回啊 極光木拖一回合的話 我們也是一樣先雨漆好了啦 看他要不要換人 可是他要繼續打過來 不換人 為什麼選擇打閃電強襲 但是閃電強襲打我更癢 因為沒有兩倍了 極光木消失 還是我們這邊直接有鳥猛攻啊 有鳥猛攻看可以打他多少 還行 繼續吸取拳 沒事啦 他這樣打我他也是人員扣血 我們就雨漆吧 他應該會繼續打過來嗎 雨漆的話就是怕他換上九尾啦 他不換 不過換的話他要死了吧 你打吸取拳 那這樣打我又變成兩倍了 好啦 極光猛攻啦 先把他鐵壁綁收掉 而且我確定那個九尾是比我們群人小姐速度還慢的 他這邊應該是會開極光木啦 我們就繼續跟他拖時間吧 繼續打雨漆就可以了 把第二次的極光木時間拖美 欸 結果他們 沒打極光木 冷凍乾燥我還沒死 太尷尬 完了 讓他開極光木了 因為他如果把我收掉的話 我們群人小姐上來也是可以秒他的吧 結果這邊 我沒死 那他下午也真的要按極光木了 我們先極速折返好了啦 他如果再打冷凍乾燥的話 OK 沒打 想說他這邊如果再打冷凍乾燥的話 我們就換上群人小姐收掉他 結果他 極光木開了下去 沒想到竟然不按極光木 這邊先上西之海人吧 待會再換鋼鴨鴨回來 因為我們確定他要冷凍乾燥啦 冷凍乾燥打水系也是兩倍啦 再換回來 冷凍乾燥 那我們就與其吧 一樣把時間拖到沒有 把極光木拖到沒有 我們就繼續回 我們先打挑釁好了啦 因為避免他待會對我們打再來一次 可以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極光木結束的前一回合 用極速折返 直接落跑 這邊我們就繼續拖時間就可以了 只要不要被冰凍一切都好說 我們就再與其一回合吧 我們就再與其一回合吧 然後下回合就極速折返換上群的小姐了 可以可以沒有被冰凍 他感覺也是想拚冰凍吧 不然他應該有月亮之力打我才對呀 可以極光木剩一回合了 我們極速折返 這回合很關鍵 沒事 沒有被動住 那就換上群的小姐了 我們拖好久 我們把兩次的極光木8回合拖完了 16個回合 然後群的小姐速度是比九鬼快的 我們就直接 總止機關槍 還好 有中 命中 80 不得不說 活力這個特性真的很看臉 這就是惡鬼碰 惡鬼碰的話 我們就一樣 總止機關槍吧 打最痛的 惡鬼碰的防禦不是說到很高啦 打滿五下有機會直接秒掉 他應該是不敢按牌進化 可以 中了 但是這個五下會死 有 可以喔 OK 打滿五下 可以 運氣不錯 而且打滿五下 打一倍就可以收掉滿血惡鬼碰 傷害是真的很高耶 也多虧了活力1.5倍啦 那感謝指教啦 我還沒喝 Anne 我還沒喝 我 subst意思是我 我已經看到了 好 這是甚麼 吝利 如果我沒喝 其成鈔 可以嗎 算了嗎 這就算了嗎 我可以用 運氣看 你 能打破了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